今秋十月是丰收的季节 一年来的辛劳啊 结出了雷雷的硕果 在滋博 一元硕大饱满四次红润的苹果 挂满了枝头 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在一元县西里镇 红元新村的果园里 一个个红彤彤的苹果压弯了枝头 散发出淡淡的果香 果农们正在忙着采摘 高山梯田上 七棵一元红苹果品种的母树 被小心翼翼地照看起来 这里也是一元红苹果品种的发源地 红元新村充分利用梯田资源 开发了300亩山地现代栽培源 目前已经完成了3万株 优质一元红苹果苗木的栽质 今天我们系列人实行了官员热情 我们红元新村 通过导致不留吧和伤 留着官员90亿摸 增加团基地收益60多岁 通过关员这行 不仅服了团们的口袋 也服了团们的脑袋 西里镇作为传统国业大镇 是一元红苹果的发源地 同时这里也是 人民楷模朱燕夫的家乡 当地政府立足自身优势 努力实现楷模家乡 幸福西里的奋斗目标 医院在振兴传统苹果产业的过程中 注重智慧农业的运用 打造了数字果业示范基地 通过互联网远程管理 极大节省了人力成本 这个是我们的图像传感器 也是一个三合一的 第五号的无线传感器 它能够采集咱土壤当中的温度 湿度还有肥力值的情况 在宜源县鲁村镇的 苹果智慧示范基地内 负责人齐凯正在查看 土壤温湿情况 园区的苹果已进入 采摘的收尾阶段 负责采摘的果农 大多来自周边乡村 智慧园区的打造 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 据了解这个智慧果园 占地300多亩利用互联网实施远程管理 通过高科技手段的使用 300多亩的果园成熟前 日常只需要一个人来管理 这个是咱们的虫型监测设备 能够实时分析出虫子的一些种类 还有数量 然后我们根据它的一个具体的 一个信息反馈情况 知道下部是不是进行 咱们的沙龙操作了 还是不需要进行沙龙操作 近年来当地加速实现 农业生产的现代化 积极运用新技术 实现果园标准化 智能化管理 提高了国品品质 也助力了果农增收 保质的种植方式 给农户带来了信心 可观的销售收入 为农户带来了开心 一串串苹果压完了枝头 农户们的日子 也一定会越过越红火